如何表达痛感是演员的一大难题 许多打戏还能让对方真实地打到身上 以此呈现最逼真的人体反应 但电视剧中的分面戏码有个如何演出逼真的感觉呢 哪位女演员能够做到几乘的痛感 又不至于过于表情扭曲呢 这里是瞎探与子乡 今天我们就一起以生子戏来观察一下演员演技哪下强吧 医学生把痛感分为1-13级不等 其中最疼的便是女性分娩的时候 因此女性演艺生孩子无疑是极大的挑战 有些女明星虽然能抛开美丽抱负 但是却没有能表现出真实疼痛的实力 安卓拉贝比实地宣示了什么叫做无痛分娩 在大后黄晓明第一次合作的电影《衣裳风华雪月》的市中 当时24岁的贝比勇敢尝试了以此生孩子戏 电影最后 她将车停在马路边下车进行生产 随时与她猙獰表情相伴的 是长达几分钟的惨叫 可即使声音凄惨 观众却直觉地尴尬 片段中即使随手揭个图 卑比的表情都很猙獰 这说明她还是丢掉了偶像包袱 可她的问题大概在于一直在努力 一直没实力 此外当镜头一转 卑比竟穿着一条牛仔裤 也就是说孩子是穿着裤子生的 不过卑比对此表示 当时导演就让我这么干的 范冰冰曾得此单子证人 但她的表现只能说是表情多变 早年在小鱼儿与话物缺种 充分表明了什么叫做用力不当 快了快了 后来范冰冰又在电影《一夜惊喜》中 贡献了喜剧式生产 影片中随着男主角在一旁不断打岔 范冰冰的痛感也显得极其不真实 甚至让观众想要数一数 太后出了多少层双瞎巴 其中一个而已 不过电影故事本身既浮夸又不真实 范冰冰将角色如此演绎也算是情有可原 唐烟绝对是生产谢礼最像喜剧人 在他上傻白天之乐之前 唐烟曾出演过一部电视剧《没有语言的生活》 剧中他饰演一个小珍姑娘朱玲 谢礼他第一次抽烟 第一次怀孕 第一次生孩子 也正是这个生产片段 成为了观众常看常新的喜剧素材 唐烟的好角堪称撕心裂飞 甚至于水壶烧开的声音有一曲同工之妙 再加上止不住快速晃动的头 观众只能看到他模糊的脸上 紧闭的眼睛和大张的嘴巴 虽然能看出唐烟已经用尽全力在生孩子 可惜他的力气却用错了地方 此外部分女明星在演艺分辨桥段时 显然是把保持美丽作为了第一药衣 完全忽略了传达真实痛楚 杨米在三生三世中的生产戏份 可以说是闭着眼睛就把孩子生了 剧中素素面临生产之痛时 全程只是微微皱眉 面部稍稍用力 声音略微颤抖 整个过程不到两分钟 没有任何呐喊 也没有过多的痛苦 小阿里就这样没有一点点防备的出现了 网友表示 感觉他像是被蚊子咬了一下 好在除了生产这种高难度剧情 杨米的其他戏份可圣可点 白显姑姑仍旧是一个经典角色 虽然我们无法像神仙白显一样 轻松舍货可爱的小阿里 但是我们可以拥有神仙VPN Cackbox 一下载就可以轻松舍货 畅通无阻的视听体验 B站腾讯 爱奇艺 网易云 QQ音乐 任君挑选 一下载还可以增享永远免费 永远不限流 永远无掉线烦恼的丝滑体验 操作困难更是不用担心 只要一键点击加速就可以轻松上网 9月1日到9月21日期间下载 你还有机会成为中秋经理 全球唯一只筹一人独享2万大奖 活动参与方式简单快捷又神仙 用户出色成功即可获得金币奖励参与车奖 成功邀请好友双方均可获得金币 再次提升中奖概率 中秋活动期间 记卡套餐满意送一 购买年卡的用户 记卡曾送一年饮业会员 全网任选 限量100新到新得 更详细的抽奖规则 下载APP或者关注公众号全都有 下载链接在请接力 速速行动起来和巷子一起闭着眼睛 就把大奖和优惠拿了吧 回归主题 事实上并不是所有人生孩子都会满头大汉 也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够泄似底底的喊叫 现实中的产服 他都需要用尽全力调整呼吸 可影视剧需要更加戏剧化 更加外方的表现 这才采用了这种激烈拥有张力的表现方式 因此在同等要求下 演员们的生孩子戏就显得高下立线 2019年《独孤皇后》播出后收拾颇甲 陈乔恩更是演技大爆发 一度让家罗生孩子这个话题登上了微博热搜 所有观众都对陈乔恩的演技表示好评 而为结婚生子的他 为观众奉献了一段逼真又感人的表演 剧中 家罗生孩子的时候 不只有碎心裂肺的笑喊 痛苦的表情 还有抱起的心心以及憋红的耳朵 给人以一种冲出屏幕的疼痛感令人揪心 赵丽颖一直是娱乐圈中的演技拍 她的每个角色都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电视剧知否更是刷新了观众对她的看法 在生子戏里 赵丽颖抛弃了传统的生产表演方式 大胆尝试影视剧中少有 但历史中常见的战力生产 而这样的安排也与剧中名栏 难产加早产的设定相契合 许多网友表示 不知道生孩子还是可以站着生的 所以把赵丽颖无论是表情 孩子还是动作 都非常生动地表现出了生孩子时的痛苦 来继续 连着呼吸 用力 而她第一眼看到婴儿时人类盈眶的样子 也引起了广大观众的共鸣 秦兰在《还中哥哥3》中就有过演技巅峰 一个摄氏之初的女孩 需要在戏中衍生孩子 不禁让人捏了一把冷汗 然而秦兰的表现却异常亮眼 画面里秦兰斗大的汗珠 竟要吓唇 非常入戏 经过多年 秦兰虽然仍旧未婚 但她已经能将这样的桥段演绎得加薪就熟 《演习攻略》中 秦兰饰演得复查荣音是所有观众的白月光 难产再加上身体虚弱的设定 让她在生产时经历了九死一生 而秦兰不仅演绎出了疼痛感 更是表现出了她为孩子拼尽全力的血腥 秦兰曾经主演过《大约二传奇》 当时的她仍然处于演技饱受高病的状态 出演生产戏时也被观众评价为看了想象 和不久之后 她的演技就在《大同荣耀》中发生了支边 她的苍白以及冷汗都能让观众感受到生孩子的痛苦 说到生孩子的戏分 不得不提的就是孙力教科书般的演技 甄嬛赚重的她 将生孩子时的痛苦虚弱和狼狈不堪 演绎的淋漓尽致非常真实 可随后她就失去了孩子 那时的哭喊 哪怕是铁石心肠的人也会为之动容 此后孙力再次在《女约传》中贡献精彩的演技 整个生育过程堪称触目惊心 孙力不断惨叫满头大汗 还时不时伴随着身体的抽搐 孙力把生育之痛被她表现得淋漓心知 因为许多观众被她的痛苦所震撼 孙力还专门发微博解释 不要怕那只是吸 出了众多古装剧 近现代的剧情里也要令人心惊的生产戏份 2014年的革命剧《战场杀中》 杨子饰演的胡香香从天真来门的大小姐 蜕变为勇敢无畏的战地医生 当时年仅19岁的杨子 却要演一层恋爱结婚 再到怀孕生产的全过程 但即使未经人士 她却展现了惊人的演技 尤其是在炮火中生下儿子念亲的那场戏 19岁的杨子问遍了身边的人 然后演出了生孩子的真实感 剧中的她痛得令人心惊 但她没有一指教 一有平静的时候 将真实的生产过程演绎得淋漓尽致 后来《战场杀》成为了豆瓣2014年度 评分最高的电视剧 妮妮在流行岁月中 生产的戏码爆发力十足 剧中诸索索要在丈夫不在身边 亲弟还跑来示威的前提下生孩子 显得无比痛苦和凄凉 临近生产 妮妮在用尽全力的时候 连她的嘴唇都已经开始颤抖 似乎极小难以呼吸 就算承受着身体和性命的双重痛苦 但她依然坚定地选择保护孩子 令观众从心底体会到为母则刚 周迅演戏一直都是动真格的 红高粱以及橘子红了两部剧中 均有周迅生产的戏份 一次比一次难熬 一次比一次让人心惊 拍摄橘子红了这部剧时 周迅则27岁 但她的演技足以征服每一个观众 当时的她汗水层层拼尽全力 即使这场戏已经足够作为产戏的范本 可到红高粱的时候 周迅仍然为了更真实地表现这段戏 不断观摩学习记录片 最终久而生产时 周迅的神态表情 其微臭的动作都是戏 出了哭腔 到最后甚至已经只剩下七银 连痛都无法再喊出来 她向一位女子从鬼门关走一圈的经历 演绎得淋漓尽致 勾着荧幕都能感受到生死关头的紧张和坚持 电影《茉莉花开》中 张子怡用一场暴雨中产女的戏 倒进了一生的血和泪 影片里她生孩子那天是一个雨夜 没有人可以帮她 她也敲不到出租车去医院 而她最后的选择 是在暴雨里独自晚中分娩 从震痛到表情扭曲 到疼到刺牙裂嘴 大声呼气 再到独自操作是刺心裂肺的呐喊 她呈现的痛苦让所有观众震撼 艺术源于生活但更高于生活 从即将生产时的震痛 到震痛消失时的沉静 以及剧痛来临时的激进崩溃 再到最后看到孩子时的喜悦 这样漫长的过程 优秀的演员们就能用表情和肢体动作完美呈现 这些分别的戏份能让观众真实地体会到母亲的不义和伟大 希望所有演员都能抱有不断追求真实感的想法 为观众带来更加优秀的作品 虾米将们 你们如何看待演员的分辨性呢 你们还知道哪位演员的生产戏及其真实呢 再评论区留言你的想法 关注点赞我 将此为你带来更多有趣盘点 我们下期再见吧